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营投资 大凡本来就是一个弱势整理形态 现在南北韩又进来凑一脚 让昨天晚上美国股市重挫 年代的今天台湾股市跌了200多点 又来到波段的一个地点 乌肉偏逢连夜雨 行情从一万点沿路回党修正 同样我告诉你只能做价差 千万不要有之前那个迷失 或是美好的梦想 底部进场大波段操作 亲爱观众 连第一只脚都还没有看到 你怎么还在幻想大波段一个操作 要务实一点 要面对现在盘 该怎么操作 对你比较有利 所以价差是目前我带给会员的方式 如果你真的不会做价差 干脆休息 不然你就跟我好好的 来做一些短打的一个操作 所以就事论事 就如同TPK跟宏达店 最大的股票今天再度的破底 我也知道很多人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卖 因为真的舍不得 宏达店之前是来到1300 TPK最高是来到982 之前的股王现在都落难了 为什么 基本面衰退 宏达店两个季度亏了一个半股本 TPK前半年亏了快五块钱 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没办法帮他做背书 我不会因为要银河投庙你的一个需求 要让你得到一个好感 让我们彼此之间有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 我拼命的告诉你 这两档股票跌很深了一定会涨 讲这些话跟我的专位是违背的 跟我的测标诚信实在是违背的 我说不出来 所以我之前告诉你这两档股票 基本面已经下来了 赶快卖赶快卖 不厌其烦的 讲了你不喜欢听的话 告诉你要卖 我不晓得你又没有卖 今天宏达店你看一下 剩44.55 跌停板再创破断低点 3673的TPK也是跌停板 76.8了 这两档股票的一个目前的股价 都不到之前股王的一个时代 二十分之一 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个盘式的脉络 朋友们就事论事 要怎么面对盘式的变化 做出最漂亮的决策 盘是2200点 亲爱观众不是涨了2200点 如果涨了2200点 我告诉你 我每个礼拜负责帮你赚5% 那就是我失职 那就是我不够专业 但现在盘 如果说一周我才卖5% 一个月就20% 那如果因为大盘跌了2200多点 我尽我所能提高操作的绩效 一个礼拜10% 那一个月有多少 我相信同朋友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提供给你 这样的短打专案 我负责让你赚你 我负责在一个礼拜之内 三五天一个时间的操作 让你产生一个小破断的一个获利机会 先把资金有慢慢增加感觉 等到大破断行情来了 成熟获利效果 我一样赚给你 但现在盘就是先做价差 我不会跟你花大饼 说这个盘马上会来到9000亿万 编织一个好大的梦想 因为盘是跌了2200点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所以现在随便买 随便都是大破断 都是五成一倍利润 讲这些话都不实在 只会打自己的嘴巴 那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近期 这一档蓝六的操作 大概六个交易日 做了两趟 价差操作 说到一定要做到 虽然是价差操作 我们对基本面架构的选择 也是相当严谨 当一档股票 买进了所有条件的时候 我才会带你买 做价差也是同样 所以你来跟我合作 风险相当低 因为我很务实 我很实在 该怎么做 对你的资金最有效力 我做给你看 南六上礼拜五 你看基本面是成长的 融资在第一档筹码是稳的 形态上突破是OK的 时间波八天转折向上 符合买进的要素都具备了 上礼拜我开始买啊 买在176 收178 礼拜涨到186 礼拜涨到188 我说动了三天你不要自己去追高点啊 你要176发动的时候跟我买嘛 这样是不是一个一趟价差 三天是不是一个小转折 那我有没有卖 礼拜二卖在183啊 所以短打的一个方式 掌握的就是三五天做一趟 每个礼拜都有动作 不用担心行情它会怎么变化 JRX的姿态先做出来 先做出这样漂亮的身段 让你的资金慢慢的增加 持音保态 等到大波段行情来了 你会看到我精彩的表现 现在担就是短打啊 先让你上礼再说嘛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呢 南六 礼拜二183不要一趟嘛 懂吗 176到183 虽然只有7块钱 这样几趴你继续去算嘛 那卖掉之后 礼拜二告诉你 下来要低接嘛 对不对 跌到175.5 这礼拜三我会有没有接回 你看到的是 高档出 低档把它做接回的动作嘛 因为我上礼拜买的位置 刚好就是在176啊 所以昨天 不是昨天啦 礼拜三 当然股价来到175.5嘛 低接 接回的位置就在176 礼拜四是不是又上去了 来到186 所以整个南六不管是昨天卖 还是今天的一个早盘 都还有红盘让你卖 你可以很冲荣的下车嘛 因为我已经讲过这个盘 是弱势整理盘 不是很稳啦 阿里有探紧 早盘南六其实可以很冲荣让你下车啦 今天你可以卖在18级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整个动作你自己看一下 123456嘛 是不是做了两趟 两趟 加起来 有没有超过5% 你自己去算啊 所以价差是为了保护 会有你一个知青啦 因为大盘 你说要V型反转的可能性 微乎几回啊 虽然我认为 9月份 联准会要升息的机率相当低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嘛 强势货币 下亚洲货币跟着急贬 叶伦敢让美元升息吗 一升息 美元又强势 它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会差又扩大 对他们的一个出口是重伤害 所以我断定 9月份美国不会升息 那美国没有升息 那为什么 昨天美国股市会回党会重做 主要原因在南北韩紧张的关系啊 亲爱的观众 昨天美国盘 是因为南北韩之间的关系 莫名的好像又要打仗了 这些非经济的因素的利空 它都是短暂的 所以今天大门跌200多点 你敢跟我买 一样有价差可以赚 今天就有200多点哦 跌 你敢跟我买 下礼拜你就知道 价差利润在哪里 价差要怎么操作 几涨几跌反向操作 我一再提示你 跌的时候要敢买 涨的时候要敢出 低进高出 就这样办到的 价差策略要秉持这样的原则 你才会做得比较伤识啦 不是起的时候你去买啦 买你就去投啦 买的时候你去抬 追到三滴赢家就是你的份啊 你看到南六 这六个交易的做两趟 不是说低进高出吗 我会做给你看 你自己看一下嘛 对 176买的 183买 压为176再接嘛 那18几附近在做八档啦 两趟的操作 短打就成功啦 不是这样 王家也是一样 今天早盘 对来到370附近 你就先卖一下嘛 做一点价差 亲爱的观众 王家 我是在礼拜二买的吗 350以下买的吗 我也不会跟你买 跟你说 我买在礼拜三最低点 325.5 没有 买在340几 今天370附近出掉 有没有价差利润 有没有价差利润 拔真的不坏 稍微有风吹草动 该拔挡就赶快拔挡 一档股票 三个交易日 可以赚二十几块钱 也是没败弹啊 那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一再谨守的一个策略 只有这样价差的策略 对你现在执行比较有帮助 你看一下红卷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三天就做一趟 上礼拜三 我低档13天转折嘛 那又有题材性啊 对那我用买 上礼拜三 买在几块钱 买在51块半嘛 买完之后当天很漂亮啊 工长停 52.8 这时间点同样 你都跟我对时对价过了嘛 13天转折向上 第一天起涨 51块半买 买完之后工长停嘛 礼拜三啊 结果呢 涨势不如预取啊 到礼拜五是不是三天 上礼拜五 52以上就卖啊 9.57分啊 当做58分股价在几块钱 52.4嘛 所以呢你可以跟我卖在52.4 这样有探计吗 至少三天一个价差动作 我做对了嘛 51块半到52.4 我是赚钱下车 如果你没有卖 那就招了一个高啊 今天剩47.4啊 上礼拜我 52.4卖的啊 8月14号嘛 没有错吧 如果当天你没有卖 没有做一点价差先走人 今天是不是更低点 那我高点有卖 要不要把它接回 我自然会在盘中告诉我们的一个会员嘛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盘 极度的弱势 相信你已经看清楚了 相信你也认清楚这个盘不会V型反转了 价差的策略 对你来讲是最棒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天特别提出一个短打的专案 好没有 我要让你保重上理 我要让你安全上理 我要让你资金 稳稳地赚下去 等到接下来 以后有破断行情 我会带你赚完整个大破断 谢谢大家 再会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下专线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下专线022-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在这里我能重新感知 水的柔情 树的蜂藏 汤的能量 这是我的私人养生殿堂 韩碧楼六感服务 世界为二青黄之汤 北投图书馆旁 64-78平 香林玉川 2898 2598 欢迎大家 节目的一个现场 大半数跌了2200点 很多的股票难免会被拖下来 大家都同样 没有一支股票没落的 唯一档没有跌的 就是我们这一档黄田 超强势的个股 给你一个结论 下来绝对可以买 否则其他的股票 都被大半数拖下来 所以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做价差 当我讲的股票 我们价差的一个卖点出现了 我告诉你要卖 你就跟着卖 否则你看一下利旺 是不是从494跌到286 跌掉200多块钱 所以你估我483 428 378等等高点 都有跟我卖 那下来不是很好处理 这个利旺的一个 承接的位置吗 所以这档股票 利旺长线看好 行动支付电子钱包 防大刷的功能性 虽然长线看好 但是因为大盘真的不理想 它就跌了2200点 利旺 如果你483不卖 428我赚人价差你不跟着卖 378你也不卖 336不卖 那今天跌到286破断低点 破断低点 你怎么办 我有没有做对吗 你有没有跟得很紧吗 我给你的策略是符合目前盘式的一个架构 不是那边冲击画大饼 告诉你这盘因为跌了2200点了 所以马上有五成一倍的利润股票 当你这样想股票一直不卖 那是害了你 因为当你还没有迎接那个破断行情的时候 你的资产已经缩水了 你已经了很多了 你怎么享受那个大破断行情 所以先把你的资金产生一个持因保贷的一个现象 一个礼拜跟我赚5% 同样一个月20% 也是没坏贪 资酒没给你胜到嘛 对不对 如果因为跌了2200点 我更努力一个礼拜赚10% 你觉得这个短打专案 对你来讲 有没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会产生 你自己想看看 从大美1万点跌到今天 跌了2000多点 我是不是真的在自己赚3天的人 对不对 你以往言误告诉你要卖 价杀的动作我不再赘述了 因为高点上来我都有卖嘛 先赚价叉再看波段嘛 所以8月7号的一个礼拜 298结尾 集叠要未买 价叉的动作就是这样啊 对8月7号结尾到298嘛 涨了3天 几涨要未卖 3天 一个波动 345卖 298买到35 10张47块 47万啊 没有错吧 3天啊 3天 就短打一次啦 短打一次啦 对吧 不要太贪心 那5% 10%坦 你为什么一定要轻到20% 就没这种行情 对 自己在那边 吃人说梦话 短打他去到20% 30%我再来买 你如果立望没对我买 你看今天存多少 286 不仅5%没赚到 还倒吐回去 还损失 是不是 所以呢 集叠要会买啊 298买啊 8月7号啊 3天啊 8月11号啊 345卖啊 那每47块 卖完之后 上礼拜三大门中错 接毁啊 322 你们看 跌下来接毁啊 收脚只跌 322接毁嘛 当天涨到332 礼拜四涨到336 礼拜五是不是又三天了 343附近卖出啊 这样又不是赚了20几块钱 没有错吧 都是三天耶 十千坡的规划 我们斩钉结田的告诉你啊 更何况这礼拜的动作 我33上礼拜我卖掉嘛 礼拜是不是跌到308 我告诉你 接下来买点你家 我直接画给你看 我直接预告给你知道 这就是要展现我的一个 诚信实在跟专业嘛 我有力乒乓啊 但是你要懂得闻香下嘛嘛 是不是 上礼拜五卖在343 礼拜一跌到308 买点你家 礼拜二有没有来 朋友 有没有来 已经规划给你看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走势 买点 礼拜一告诉你 礼拜二来了当然要做动作啊 因为你是343有卖嘛 那礼拜二呢 306接回啊 是不是差到三十几块钱 回档三天 有没有看到又是三天一个波动 三天一个波动 卖123嘛 对 306接回 对 当天涨到316 昨天我会不会告诉你 如果真的不太对 力旺 该走还是要走啊 昨天礼拜几 礼拜四啊 礼拜二接回的力旺 经过礼拜三 礼拜四 是不是又三天了 短线走路312卖 9点46分 昨天啊 经过两分钟48分 股价在313.5 同样对时对价 昨天你可以从容不破 跟我卖在313 我没有在礼拜三卖 如果礼拜三卖 当然更漂亮一点啊 但礼拜三大盘回 力旺很强 我没有卖 昨天的力旺 显得比较弱嘛 又刚好三天 波动的卖点又出来了 313我就先卖了 昨天礼拜四啊 礼拜二接回的位置 在306啊 313 先卖嘛 小众人出场啊 賺一关也是钱啊 如果礼拜四 你昨天没有跟我卖了 今天力旺剩几块钱 剩286啊 剩286啊 下来你想不想跟我做下一趟的价差 问问你自己 有没有那个决心 想不想跟 沿路的过程 这些卖点 我们都有拿出会员的盘中讯息 来跟你对时对价 绝对不是侥幸 因为对大盘或是我看得懂 盘你如果看有策略对了 你才会贪到钱 大盘你如果看不到 才会乱分 我不相信你可以赚到很大波段利润 所以不要再吃人说梦话 也不要听清那些只会呼口号的 会编织美梦的 这拔 你有看到底吗 你有看到底吗 我问你 底有两种 双底 不然就头肩底 现在连第一只脚都还没看到 第一只脚都还没看到 第一只脚都还没看到 你有看到底吗 没有看到底你怎么大波段的操作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种盘我说过 如果你不会做价差 就干脆不要做 等要有大波段行情了 你再来跟我合作都没关系 就事论事 要懂得因应盘是随事而转 拔它走什么钱 它后会怎么走 其实我大概都有一个蓝图 上礼拜天有来听投资奖做的 你很清楚 我对大盘或是的规划 只是不方便 在电视当中讲得太明白 因为分析师 受到我们政府主管机关的监督 不能讲得太白 讲得太白 要被请去喝咖啡 你都知道 所以对于上礼拜天 来听投资奖做的同庙 我说我没有让你空手而归 我介绍的股票 党党都是强势性的基础股 你看一下这档黄田 在礼拜天投资奖做 有没有特别告诉你 基本面成长27% 融资在低档筹码是非常稳健 这档股票实在是太强了 第二季营收为什么可以创立的新高 因为它跟福斯集团有合作 福斯集团的Volkswagen 一个机车的天窗都是黄田做的 光是福斯集团的订单 让它股价吃不完 吃不完 吃不空 所以营收是历史新高 越涨的股票 同样你是不是越不敢买 从融资源的角度你就看清楚了 强势股 尤其有基本面价格的股票 涨上去你就想卖 鸿达店TPK告诉你要卖 你反而都不卖 你就喜欢一直抱抱抱抱着破底 是不是 那这种股票 有基本面的啊 上礼拜我是黑鸡棒啊 收在134 礼拜天来听投资奖座的所有观众 我告诉你 礼拜直接可以开盘下去买 我有这样跟你说吗 你有听我建议下去买的 黄田从134 涨到今天的159 再创破断新高 它是不是超强股 大盘跌了2200点 黄田竟然没有跌 筹码的安定性 以及基本面价格的强度 让它的股价 不受到大盘的影响 这种股票 下来跟我买 太稳了 太强了 好不好 另外一档同亨 昨天告诉你 第二只只要买点浮现了 下去买 OK啊 像这种股票就有底部进场 波段操作的感觉 因为至少它两只脚让你看到了 它是比大盘强 大盘还没看到两只脚 同样已经看到第二只脚的买点 左边当然可以买 今天 趁大盘中错了200多点 当然可以再买 因为两只脚踩在那边 你来跟我操作 安全可靠 又可以产生不错利润 所以面对目前台股的弱势整理 该怎么定策略 先价差 先短打 一个礼拜如果可以赚5% 一个月也是20% 那如果一个礼拜我可以帮你创造10% 一个月利润也相当可观 所以我希望 因应目前的盘势 你要做出对的一个策略 短打专案 是目前 你最需要的一个专案 等到以后 真的有大波段行情了 我一样会带给你 先把你的资金持因保态 累积到一定的水准 未来大波段行情 未来再说 先把目前的一个策略 定出对的动作 对你的操作 才有帮助 欢迎你的加入 明天同学人再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转转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不分昼夜的运转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 您的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达特固 0227810909 0227810909 降一度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0W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机的 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的降温的冷煤效率 可以达到冷气的效果 在背面的进气孔 设置了大片的棋片冷却网 散热网上方 是一排 灑水孔 启动电源以后 灑水孔会间歇性的